10月19日消息,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江创新宣布,已正式对美国国防部提起诉讼,认为该部门将大江列入CMC清单不符合事实。 大江表示,在长达16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国防部为就这一决定与大江进行沟通,迫使其不得不求助联邦法院以维护自身权益,要求将其从五角大楼的CMC制裁清单中移除,并控诉五角大楼错误地指定其有军方背景。 大江在诉状中指出,美国国防部非法和错误的决定导致公司失去商业机会,被贴上了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被禁止与多个联邦政府部门签约。 大江还补充道,部分美国及国际客户已经终止了与公司的现有合同,并拒绝达成新的合作协议,导致公司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大江在一份发给媒体的声明中表示,美国东部时间10月18日,大江DJI就被错误列入所谓中国军事企业CMC制裁清单对美国国防部提起诉讼。 大江DJI一直致力于推动民用无人机产品的应用与创新,反对产品用于军事用途。 大江市全球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在美国商用无人机市场中占有超过一半的市场份额。 此前有数据显示,中国无人机在美国执法机构的市场份额高达90%,在紧急救援领域更是达到了92%。 然而,近年来,美国政客对中国无人机的打压和限制却愈演愈烈。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CMC清单,这是专门针对中国军事企业的一份黑名单。 中国军事企业清单是美国国防部根据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1260H条制定的,旨在识别在美国直接或间接运营的中国军事企业。 被列入名单后,美国商务部可据此限制美国公司与这些中国企业有生意往来,包括投资。 大江创新当时回应称,该公司是唯一一家不鼓励将其产品用于军事用途的无人机制造商,并反对将五角大楼将其列入黑名单的举措。 据日前消息,美国政府正在阻止部分大江无人机的进口。 其实,多年来,美方已经针对大江出台了多项制裁或限制措施,最早可以追溯到2017年。 早在2013年,大江就已经进入了美国市场,并且在那个时候,大江就已经掌握了上千项的专利技术。 甚至在进入美国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已经拿下了美国无人机市场一半的份额。 用了四年的时间,就直接在美国拥有了高达70多项的专利技术。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大江无人机在美国的普及率是相当之高的。 但如此凶猛的发展势头,在美国政府的眼里,就已经成为了一件充满威胁的事情。 为何呢? 首先,美国在当时就已经有意要对我国的科技发展进行一定的打压。 再加上大江作为从我国本土出去的民族企业,他们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员工,是专门负责技术的升级和创新的。 所以,大江在无人机领域的实力是相当雄厚的。 那既然如此,美国势必不会允许大江在他们国内继续占领市场。 因此在2017年的时候,美利坚的国防部就将大江列入了实体制裁名单。 也就是说,美国的商务部会限制大江在美国的一系列贸易活动。 但话说回来,尽管制裁名单是把大江加上去了, 可对已经在美国出现的大规模无人机却没产生多大的使用影响。 而这也让美国着实发愁了一段时间。 但说来也巧,在2018年的时候,美军试图用大江无人机对叙利亚进行实地监测的时候, 却发现叙利亚已经成为了大江无人机的禁飞区。 因此,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是直接抓住了这个由头, 以侵犯专利权的说法,要求对大江升级制裁。 在此之后,美国不仅全面禁止了大江无人机在他们市场上进行售卖, 甚至对已经存在的大江无人机还要采取摧毁的方式。 并且先后于2019年和2020年的时候, 又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这么一个惯用理由, 禁止了FBI对购买大江无人机, 同时再一次将其列入了实体制裁名单。 总之,自打他们开始制裁大江的那一刻起, 所采取的措施是一年比一年严厉, 甚至还要求大江缴纳高达20亿的罚款。 但话说回来,尽管大江拒绝了罚款的缴纳, 但这些制裁手段也直接导致大江无人机在美国市场上 以每年最少83亿的金额在亏损。 而在这场大规模且严厉的制裁中, 受亏损的除了大江企业本身之外, 还有美国的多个机构和产业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 大江无人机的使用领域并不局限于航拍, 而是在农业、林业以及电力、应急救援、 甚至是房地产等多个行业都已经实现了涵盖。 而我们前面之所以说, 美国制裁大江让他们的很多产业受到损失, 其根本原因也是如此。 比方说农业,就美国现有的上百万农场主而言, 他们当中有80%的人在从事生产的时候, 使用的都是大江的无人机。 原因很简单, 首先用于农业的大江无人机能够完全实现农药的喷洒, 并且人家的施药效果还非常之高。 据相关数据显示, 美国农场主从早干到晚的话, 一天能喷大约10亩地左右的农药, 可大江无人机一个小时,最少能喷20亩地。 而在过去的2023亿整年, 美国高达370万英亩, 50种农作物的农药喷洒所采用大部分都是大江无人机。 所以就凭这个效率来看, 毫不夸张地说已经实现了足不出户就能干完农活, 既不用自己干, 也不用掏雇人的工资, 你说农场主能不喜欢吗? 其次, 如此先进的大江无人机 在售价方面基本都在9000美元左右。 而功能类似的由日本那边生产的小型飞机, 暂且不说用起来有没有无人机方便, 关键是那个小飞机光是售价就已经达到了几百万。 所以, 大江的这个价格对于美国农场主来说, 完全就是性价比之王。 因此, 单从这两点来说, 美国从制裁大江无人机开始, 他们国内最先发出高度不满意见的就是美国大规模的农场主。 而除此之外, 像救援, 美国警方, 甚至是美国军方都受到了一定负面影响。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国际无人系统协会曾对大江无人机在美国的使用率进行过一项全面的统计分析。 最终结果显示, 但在美利坚的所有执法机构中, 大江无人机的使用了达到了90%, 紧急救援中的使用率一度达到了92%。 甚至在当年美国限制大江无人机售卖的时候, 美国的海军以及空军还继续购买了多架不同型号的大江无人机。 而美国的很多警察, 也都曾通过使用官方预算之外的资金来购买了大江无人机。 所以, 就大江一系列的产品在美国多个机构的占有率来看。 我们完全可以说, 并非大江离不开美国市场, 而是美国用户根本离不开大江。 而正是出于这一点, 美国的所有用户是直接把压力给到了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是第一时间也想出了应对方案, 那就是研发一款专门给美国多个机构使用的无人机, 以此来对大江进行完美替代。 结果, 你猜怎么着, 在美国的五角大楼亲自拿出了高达千万美元, 历经几年时间所制造出来的这款无人机, 虽说成品出来了。 可在使用的过程中, 要么死机, 要么就根本不受控制, 价格还直接超出了大江无人机的最少十倍。 而美国的政府是绞尽脑汁, 对这款无人机进行出售之后, 整个市场上的普及率连10%都没达到。 并且美国的警察在使用了美国自主研发的无人机之后, 直接将其比作了福特。 而大江无人机则等同于凯迪拉克, 甚至还有美军士兵坦言, 这个无人机压割就没用。 所以, 就民众使用的感受而言, 美国政府的一系列操作是被吐槽了个彻底。 其实大江可不是第一个起诉五角大楼的中国公司。 2021年, 小米就因为被列入黑名单, 起诉了美国防部和财政部, 最后还胜诉了。 当时小米是特朗普在任最后几天被拉黑的, 胜诉的时候已经是拜登政府时期。 这次大江选择在这个时候起诉, 也是有考虑的。 现在是大选前的时机, 那些竞选总统的人都想争取民意。 大家平时用大江用得好好的, 美国政府动不动就禁止, 这肯定不行啊。 为了上位, 政客们说不定就会妥协, 暂时放下假想敌的幼稚思维。 美国这种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恶意封锁和打压中企的行为, 咱中国是坚决反对的。 希望大江这次起诉能成功, 也希望更多的中国企业在面对不公平待遇的时候, 能像大江和小米一样勇敢地站出来, 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 咱中国企业有实力, 有担当, 一定能在国际舞台上绽放更加耀眼的光彩, 同时也要不断提高自身实力。 只有自己强大了, 面对制裁的时候才有更多底气。 中国外交部也就相关问题回应称, 美方出于维护科技霸权需要, 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对中国企业进行恶意封锁和打压, 这种做法背离公平竞争原则, 违反国际经贸规则, 不仅损害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也将影响美国企业的利益。 这种做法阻碍国际科技交流和经贸合作, 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世界经济恢复, 都将造成冲击。 美方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 工具化, 武器化, 阻挡不了中国发展, 只会封锁自己, 反噬自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